有不少的民眾曾經穿鞋滑倒 消保處公佈了 市售皮鞋的防滑性檢測查核 發現有超過六成皮鞋 都低於國家標準的防滑性要求 穿著皮鞋走在路上 一個不小心卻滑倒受傷 日前消保處根據CNS一六零三 七以及CNS一六零三九 防滑性要求來檢測十六件市售皮鞋 結果多達十件未達防滑基準 其中像是攔用這款受測女鞋 鞋跟滑動係數左右分別為零點一九零點二 阿壽男鞋鞋跟滑動係數也只有零點一六零點一五 Timberland只有零點二四 都低於鞋跟滑動摩擦係數零點二八的標準 因為防滑性的部分 在全世界沒有一個防滑性的 一個正式的一個標準 我們找到國家標準裡面 有一個是供業者之間 例如說他們業界之間自己簽訂契約時 可以依據的標準來做檢測 消保處表示目前國內針對鞋子防滑部分 都沒有相關的標準 只有工廠用的安全鞋有 因此這一回的檢驗是參照標準局 頒訂的鞋類製造廠商與供應者 監索訂定的契約國家標準來做檢測 日前邀請相關業者開會時 業者願意要求供應商強化防滑的功能 像是阿壽就表示 對於止滑的功能會參著相關數據 進行整體評估 Timberland也說會請公司研議加強安全性 消保處表示在國家標準位置定前呼籲業者 應增加一些潮濕或雨天環境 可能打滑的警語 提醒民眾注意風險 民眾在選購皮鞋時 在乾燥地面行走 橡膠鞋底防滑 效果優良 在潮濕環境或較光滑地面上時 PU鞋底的防滑表現較佳 若經常處於潮濕或有污染物環境中 應選擇鞋底紋路深 避免溝槽太細的鞋子 將有助於排除污染物 記者會有陳立峰特有報導